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帮助跟他一样 曾经不能与家人同住 有着特殊遭遇的孩子 因为他也是在这些志工 与社工的陪伴下 现见开朗乐观 并且懂得用关爱去服务 这次参加青年志工服务 得名了以后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 支持以及鼓励 那我曾经也是被收过帮助的人 那我也想把这个力量 继续延续下去 帮助更多的人